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洲日报沙巴新闻 今天是2023年5月15日 首先一起来看看今日头条 昔日之敌 金石之友 团结政府大会缔造历史 让过去曾经水火难容 势不两立的政治对手齐聚一堂 在昌明大马理念下 展示团结一心 团结政府19个盟党的党魁 昨日率领成千上万的代表 聚首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 出席这项团结政府大会 共同表达团结合作的决心 场面壮观 不仅如此 过去一直被视为是 西蒙禁地的莫迪卡礼堂 更是首次迎来西蒙领袖 完美诠释了以前是敌人 现在是朋友的政治现实 在会上 东马二党向首相安华保证 将会力挺联邦拥有强大政府 沙拉越首长兼沙盟主席 巴丁以阿班佐哈里强调 GPS将会与团结政府继续同在 以提升国家尊严 以及发展所爱的国家 沙盟G2S主席哈芝芝则承诺 沙盟将会全力给予安华 以及他所领导团结政府支持 以确保昌明大马的理念 能得到成功 另一则新闻 沙巴东部的 经纳巴丹岸线将遭遇酷热天气 未来至少连续三天 气温介于35至37摄氏度之间 大马气象局发出高温天气戒备警报 国内有31个地区处于第一级热浪预警 其中30个地区位于西马半岛 至于东马 仅沙巴有一个地区升到一级热浪预警 此外 截至本月12日 沙巴出现三宗重属病例 三名患者目前都已痊愈 沙巴卫生局总监罗斯纳尼指出 三名患者分别是一名18岁女学生 一名9岁男学生及一名27岁的自雇女子 罗斯纳尼需请人民在酷热天气下 应采取谨慎措施 尤其是要多喝水 避免在烈日下运动过度 由于炎热天气预料持续至8月 卫生部预计重属病例会继续上升 在天气酷热之际 亚比国际机场以及周边地带的水工 因抢修水管工作于昨日再次受到干扰 水务局昨日发出紧急通知 因为有输水管需要急修 影响模约绿水厂供水 超过10个地点从上午开始断水 包括亚比机场 直到输水管修好后 水工分阶段性恢复 水务局呼吁受影响地区用户储水备用 节约用水 亚比国际机场在两天前也大停水 周副首长兼工程部长沙赫米事后说明 机场水工已恢复 但政府要调查 为何在水工公司清洗保养高塔蓄水箱期间 会出现完全断水情况 另一方面 沙巴卫生局总监罗斯纳尼指出 州内政府医院都有备水自用 目前没有出现断水情况 他说大型政府医院如里卡士妇如医院和 伊丽莎白女皇医院及二院都自备大型水箱储水 每次储水量足可应付医院持续运作72小时 一旦医院水箱的水位偏低 当局会立即补充水量 沙巴星周为您报道 沙巴卫生局总监罗斯纳尼指出